上一讲呢,我们谈到了唐人边塞的从军行动和边塞师的创作 讲到了高士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接着讲和高士齐名的曾深 杜甫说过高层鼠缓步,这样的话把高士和曾深连在了一起 那么曾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他呀,出身宁门 在《感救夫婿》中,他这么讲 说国家六业,五门三相义 国家呀,到他这个时候总共是六朝了 但是他家就出了三个宰相 他的曾祖是陈文本 伯祖呢,是陈长倩 唐伯父是陈熙 都曾经位及仁臣 其中陈熙呢,是瑞宗时的宰相 在开元元年的时候 因为得罪被杀掉 亲族呀,被放逐殆尽 从此家到终衰 曾深的父亲曾值做过两个州的刺史 但是,趋势比较早 曾深幼年丧父 跟着他哥哥来授业 从小的时候就砥砺发愤呢 励志与功名 希望重振加生 所以在同一篇序里边 他讲,五岁读书 九岁蜀文 十五,尹松阳 二十,献书缺下 到二十岁的时候就西游长安了 来以献书了 后十年呢,他就出入于经络之间 网游与何硕之地 为仕途奔波 在这个求是的过程中 一搏三折 也是一无所获 到了天保三载 曾深应举其地 给他了一个什么官呢 是右内帅蜀兵朝参军 这是一个太子所观 主要是掌管那个门禁 异卫 兵杖 这样的一些事物 官阶也比较低 是从八品下 按道理来说 年未历不到三十 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位置 也还算是可以了 但是 曾深非常的不满意 不满意 呃 吕吕生出退役 到了天保八载 这时候高氏啊 比他大十多岁的高氏 正坐风秋卫 在风秋卫上感叹啊 是呃 代影长官 新雨岁 鞭达 离属令人悲 正在发这个感叹的时候呢 三十五岁的曾深 就跨马步出 长安城西门 开始了生命中 第一次远征 呃 在这之前 安息四镇的节度使 高先知入朝 高先知 受调 曾深 坐 他幕府里边的 又微位 陆氏参军 做参军 呃 是节度使 幕下的文旨 不知道是 曾深自见 还是被别人举荐 总之 曾深选择了 这样一条 英雄之路 一条当时 许多文人 在诗文中 搁赞不已 其实 其实 却非常荒凉 少有人形的 万里沙城 那么 安息 是在什么地方呢 安息 节度使啊 他的石府 在 现在 新疆 库车县 那非常遥远了 面对着 这样的万里 城途 曾深 怀着一枪豪情 出发了 当时 从长安 到西域 主要是 两条路 一条是南线 一条是北线 南线呢 主要是过 魏笼 诸州 直达 兰州 然后从兰州 在西行 兰州当时叫金城 那么当时很多文人呢 都到过这个地方 另一条呢 是北线 北线就是从长安出发 经过现在陕西西北部 然后 到达 宁夏 过六盘山 过硝关 然后 经过 惠州 远州 过黄河 抵达 梁州 就是今天 甘肃的 五危 五危 然后从 从梁 梁州 到甘州 到肃州 再经过敦煌 一路细行 这个 曾深呢 也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线 走了这样一条路线 他是 是经过了 龙山 经过了 五危 经过了 敦煌 走过了 火山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火焰山 而且沿途 他都有诗作 非常详细的 记载了 所经 所见 比如 他写 火山的事 说火山 金始建啊 吐 铺长东 痴烟 烧鲁云 盐 争 赛空 不知阴阳碳 何读 燃此中 我来 炎东 是 山下 多炎风 人马 近汉流 熟知 造化工 说这个 这个 火焰山啊 今天 我才开始 看到 呀 那整个 是 炎气 布满 整个 航空 不知道 是谁 把 炭火 放到了 这个 山下 燃烧起来 我来 炎东 的时候 山下 还是 热风 热风 以至于 人马 近流汗了 那么 这种说法 恐怕是 略有夸张 略有夸张 火焰山呢 是自 现在 新疆 吐鲁山 向东 沿至 善善县 呃 当时 属于 这个 西州 焦和郡 陈生 后来 还在这里 送别过 呃 写过 送刘判官 赴 气息 行军 这个 诗里边 讲 火山 五月 行人 少 看看马 看军马 去 急如鸟啊 还写过 这样的诗句 经过 火焰山 再向西行 终于到达 铁门关 又叫 铁关 曾生 有一首诗 题目 就是 提 铁门关楼 说 铁关 天西 崖 吉木 少行客 关门 一小利 终日 对 石壁 这就是当时铁门关的这个情况 铁门关呢 在现在 新疆 烟齐西 五十里 这样一个地方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诗人呢 就住在铁关 西边的 拐翼里 整个旅途 非常的疲惫 而且 所有的 这样一些地点 景物 对 第一次 到塞外的 村深来说 都是陌生的 都是陌生的 呃 所以他在他的诗里面啊 就写了很多 怀念家乡的 思念亲人的 这样一些作品 那么 当时这沿途 呃 这样一种情况 在史书里边 曾经有过记载 比如 资质通鉴 里边 就是这么写的 说 这个时候 中国非常强盛 从安远门 西 进唐径 一万二千里 是旅言相望 桑麻 也 说那个人家啊 房子啊 都还是比较多 那个遍野 都是桑麻 这里边描写的呢 说是主要是 表现 唐 是国立的 国家的 富输 富输 那是不是这么情况呢 可能 有真实的一面 也可能 有夸大的一面 因为呢 那些沙漠是改变不了的 所以 曾深就曾经说过 那个遍野的沙漠呀 说 黄沙 气里 人种田 人们是在 那个黄沙 里边种田 黄沙 里边 怎么能够种田呢 即使种 也是 稀稀落落的 我们今天 这个 如果出了兰州 再向西行 可以看到 沿途呀 整个 就是杀气 或者是隔壁 那还是比较荒凉的 想来 唐朝的时候 不会比现在 好到哪里去 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 荒凉的情况呢 也就是 出离家门的诗人 对家乡 对亲人 背家的思念 背家的思念 曾深写了不少 思家的诗 比如 刚刚过了渭州 就思念秦川 说渭水东流去 何时到雍州 平田两行内 寄向顾原流 两行内也要向顾原 流去 他 比较有名的 这个怀念家乡的诗 还有这么样几首 比如 他 在器中作里边 这么写 走马 走马 袭来 遇到天 此家 渐月 两回远 今夜不知 何处夙 凭杀万里 绝人烟 骑着马 向西走 几乎快到了天的尽头 自从离开家 现在已经两次月圆了 两个月了 今天晚上还不知道住在哪里 整个 这个望去呢 是凭杀万里 绝人烟 几乎见不到人影 在这样苍茫无边的隔壁滩上 真是让人感到 有些凄凉 有些凄凉 他还有一首诗 叫过气 就是走过这个沙漠隔壁 黄沙气里刻行迷 四望云天直下低 为言地近天还近 行道安息更向西 这是大漠上特有的风光 特有的风光 所以客人在这苍茫的大漠上 就感到迷失了方向 放眼望去云天 压得非常之低 天好像也非常的低了 说是这个 地近天也近了 到了尽头了 可是 行道安息 我还要再向西走 再向西走 所有这些诗句 都表现了一个意思 就是 出道异地 还不太适应 所以 非常想家 以至于 在他那首 逢入京史里边 他说了这样两句话 马上相逢 无纸笔 平均传语 报平安 没有纸笔 碰到 回京的使者 说你给我 给家里 报上一份信 送上一份信 给他们 报一份平安 这么浓重的思想情怀 跟他第一次出赛有关 但是 除此之外 恐怕还和另一个因素有关 就是不得知 这个 看起来 曾生第一次出赛 跟上司的关系 处得不好 跟高先知 没有太多的交流 在这个时期 曾生写的诗作中间 大概只有一首 提到 高先知 那么可见 他们是比较疏远的 这个 在安息 呆了一段时间之后 曾生呢 带着那份寂寞和抑郁 在天宝石在秋天 回到了长安 从八载到十载 大概也就是 约两年的时间 回到长安 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天宝石一载 他和高氏 和杜甫 和薛聚 和楚光熙等人 一起登上了 慈恩寺 在登寺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人 都写了一首诗 曾生写了 与高氏 薛聚 同登 慈恩寺 浮屠 这样一首诗 在诗里边 他就讲 说 是将挂官去 绝资 道无穷啊 要挂官而去 去学道去了 说明他的心境 这个时候 不是太好 这件事情呢 非常有意义 也就是在天宝 十一载 聚会的时候 高氏和陈申 两位边塞 大师人 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 这在 唐代诗史上 在边塞 诗的历史上 都是值得 大书特殊的 此后呢 陈申 再次入目 做了很多 七言歌行 恐怕 和 长于 七言式 创作的 高氏 的 一部分影响 不无观点 这个 陈申 说自己 想归隐 想学道 这话呢 是真的 因为陈申 接着 就在 中南山 这个 找了个地方 住了下来 大概度过了 两三年呀 半官半隐 的生活 到了 天宝 十三载 夏秋之间 陈申 第二次出赛 这一次出赛呢 是安息 北挺 节度史 封长青 请他 向往的 封长青 是什么人呢 据旧堂书 封长青 传记载 封长青啊 在天宝四载的时候 就被高先知 聘为 判官 天宝 十一载 就升为 安息 四镇 节度史 十三载 春 回到京城 给他 加封了 御史 大福 同一年的 三月 又 兼了 北挺 节度史 那么 升任 还是很快 曾深与 封长青 当年 都是 安息 节度史 高先知的 幕僚 也就是他两个 是同僚了 同事了 这个封长青 人长得比较细 比较瘦 脚呢 恐怕还有一点薄 据太平广记 里边 尹 其他书记载 说曾深 在安息的时候 对封长青 有很深的印象 和不错的交情 因为都是同事 那么 往来甚得 如今 当年的 同僚 成了自己的 顶头上司 曾深自然 这个 受到了赏识 和知欲 情绪相当高昂 后来 他在那个 北挺西郊 后封大夫 受降 回军 献上 这首诗里边说 何信 义书生 互蒙 国事之 感到幸运呀 一个书生 竟然蒙到 国事 这个国事呢 是对一般的 这样一些 世子 非常高的称呼了 这里边指的是 封长青 忽然蒙到 我旧日的同事 现在的上司 封长青的赏识 感到很高兴 感到很高兴 同时呢 封 这个 曾深有过 上一次出赛的 一些经历了 所以 西域 对他来说 就不再是 那么陌生 虽然也还想家 但是 想念的迫切程度 比起上一次 那就要好多了 好多了 就是在这一次的 七行 旅程中 在幕府的生活中 曾深 写出了 相当一批 情绪 非常高昂 这个 题材 和内容 都非常 新颖 奇特 以至于 后人 屡驾称赏的 一些诗篇 这个 在 写的一些 诗 诗歌里面啊 他对当时 西域的 这些 人 事 警务 和 出征 以及他的 一系列感受 都有 非常详细的 表达